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7号 信平正在北戴河召开会议 他就像坐在火散口一样 非常的难受危机四伏 内教外控 外面是美国的贸易战 来威逼他 里面各种的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他 他既要对付来自右的攻击 也要对付来自左的指责 右的攻击就像许章荣教授 他重磅的文章指出 要习近平应该恢复人气限制 应该平反六四 还有邓朴方的好朋友范林勤 北大佬先生 前段时间就写了大字报 要求习近平放弃个人的独裁专制 这些都是来自右的 来自左的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是8月6号 中共中央查封了一个由中央军委政治部话剧团演的一个红色神剧 这个红色神剧的名字叫从香江到中义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主旋律的 完全是个颂共产党个颂红军的 他为什么遭到查封呢 实际上这就是真正的那些左派 那些坚守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的人呢 他们从左的一个角度对共产党进行批评 这个花军的最精彩的是就在他的结尾部分的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们 他们的灵魂啊复活了一个一个站起来 质问现在的当权者 我们当年的梦想现在实现了吗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快无力吗 中国人站起来了吗 共产党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共产党有没有兑现当时对人民所说的承诺呢 所以这些牺牲的红军老战士啊 他们的质问呢 就像一巴一巴的匕首都刺肿了中国现在的执政者的心脏里面 这个这个花军呢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有了 但是呢 当时中国没有留心 现在他8月5号在北京啊上演了一场之后 没想到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8月6号就正式的查封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话剧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会脱 我们仍在牵挂着 我们流血牺牲 建立了新中国 在那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 实现了 人民当家做主了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务力吗 还有人期待人民的桶上不威不服吗 我们还能是外国人民吃苦吗 中国人真正地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又可以做过的游戏吗 所以这段话剧的最后部分呢 这些质问呢 赢得了满堂的喝彩 人们从这些红军老战士的质问当中呢 看到现在的党权者 不仅愧对现在的人民 而且愧对早年呢 为理想现身的那些红军战士 当然红军呢 他起家的时候确实也有 一些出于为社会正义 而现身的一些人 当然他们是走错了这个方向 但是确实在当时呢 很多人确实是为了 纠正当时的不公 这些贪官污吏啊 这个作为作福啊 很多的老百姓希望能够实现 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所以真的他们是为信仰而战 但是目前的中共呢 根本就没有这个信仰 吃喝嫖赌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信仰 导致贪官污吏贬地 导致这些共产党的这些新的阶级啊 骑在人民的头上 作为作福啊 所以整个这个现实 完全跟当年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背刀挨斥的 如果真正的这个马克思能够复活了 或者是那些牺牲的老红军现在复活了 到现在的中国走一趟 那可能气得七脚流血 气死了 你们打着我马克思 打着共产党 打着红军的民意 你们都搞这些难倒女昌 搞这些欺负人民的这个事情啊 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共呢 现在突然意识到 它不仅背离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连它早期的红军的那些理想主义 也完全的给背离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来自左的一方面 对中共的指责 对习近平的一个指责 左的一方面呢 就是指拿着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些理论 拿着共产党红军的最早的一些理论 来对付共产党 比方说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 还有这个世贸主义的理想 共产主义的理想 还有那些当年红军的说过的话 共产党说过的话 拿这些东西来批评这个共产党 这个是很奏效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 最近在这个深圳 发生的这个家事公司的工会 组建工会进行游行抗议的活动呢 也是一个左派对当权者的一个有利的回击 他们用的呢 都是这个国际歌 甚至有人把毛主席的项羽拿出来了 那几个演讲的工人领袖 所说的话也是这个充满了无产阶级的味道 北大的学生啊 他们发起的一个声援信里面全篇都是这个 阶级斗争啊 无产者联合起来啊 有些资本论的感觉啊 这个就是典型的什么 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拿着你们的理论来 指出你的错误来 以敌之毛攻敌之洞啊 所以在中国这种现实的环境当中 你拿着共产党的理论来抨击共产党的话 那效果更好 我们就拿这个工会的这件事情来说 不仅共产党他自称为优秀的工人阶级的先奋队 整个马克思主义呢 他把这个建造地上天国的这个任务 交给人类的这个选民 就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先奋队就是共产党 他把工人阶级呢 捧到一个上帝的使者这样一个高度 但是我们知道 工人阶级在中国目前的状况呢 那可能就是做牛做马 什么都不是最底层的 最毫无忠援毫无权力的 所以说中国的宪法来写着 中国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 但实际上 工人阶级 农民 都是比惨在酒下的 但问题是我们拿着这个宪法来说事的话 对方确实是雅客无言 拿着你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说话的话 就击中了你的这个要害 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宪法 第一条就写着 我国宪法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人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目前对这个国体的一个定义 所以他完全呢 这个欺骗人民这个宪法 国人阶级现在变成这个下酒流 甚至酒流都入不了 但是他在宪法上说是领导阶级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阶级在领导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知道南斯拉夫 有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杰出领袖 后来他看到了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 走出了道路 他叫德拉斯 他写了一本书叫新阶级 他觉得 共产党打着工人阶级的民意 推翻当时的旧政府 然后建立新社会 没有工人阶级领导 反而交给一批新的阶级 就是共产党 这批革命者 暴力革命者 他们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他们骑在人民的头上 作为作福 工人农民以前是什么样子 可能还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比以前更糟糕 所以呢 这个新阶级是必须要推翻的 这个新阶级呢 应该工人发动再一次的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在这个毛泽东呢 曾经有一个就是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所以比这个理论呢 比现在的一些毛总啊 星座派也运起来 说这个 现在需要 阶级斗争 还有推翻我们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这个三座大山呢 就是 官僚资产阶级 指的就是 共产党 这个发起来的 这个阶层 那他的权贵阶层啊 还有这个外国资本主义啊 还有分建主义啊 啊 他们都有一些说法 就是用毛泽东的理论来抨击当前的各种的罪恶 然后用毛泽东的理论来展开油气战 来推翻目前的这个假共产党的领导啊 所以他这个毛泽东派的理论呢 是很有意思的 我当年呢 在中国的那个高校 北大人大 我们这些学生用盾的时候 接触过一个歌手啊 叫张广天的 他是一个毛泽东非常崇拜者 但是他用毛泽东的理论是干嘛 他是想批判国产党 来推翻共产党 他就是说 我们毛泽东呢 要成为我们的这个大救星 我们要凭着毛泽东理论 把这个邓小平江泽民 这个建立起来的新阶级的这个专政要推翻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这样一个来自左的这方面的一些 言论呢 实际对共产党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这次 家事工人组建工会 也受到全国的这个 左派的这个支持 像这个新左派的这个网站 无有之乡 还有什么毛泽东思乡网 他们的网友都跑到这个深圳去支持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这股势力呢 确实是不忍小愧 现在是越来越沉这个气候 共产党拿他们呢 也没有办法 这个当时呢 因为这个深圳家事科技公司要建立公会的事情呢 抓了30多个人 但最后这些人差不多全都放走了 包括这个最有名的那个大美女啊 什么女 她也可以放起来 因为他们呢 不像当年我们搞国人运动 用民主自由的理论 他们是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你这样的话你 对方抓不住把柄 而且你说现法上就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建立公会是每一个工厂都应该的神圣的一个义务 这些都是现法上写好的 所以就是说 左派的这些攻击啊 对中共的这些批评啊 指责啊 共产党来说呢 还是有点没 有时候呢 他真的难以招架 难以对付 所以你看 这个8月6号 查封了这个从相将到综艺 讲这个长征的这个片子 实际上他就感受到 新总派毛主义分子 对习近平的极端的一个不满 对习政权的一个极端的不满 对当下现实社会啊 这个强烈的一种声讨 甚至号召人民呢 要进行革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既来自右派对他的指责 就是要求民主宪政 实现普世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也有这个左派 就是按照左派的这个理论 现在也是一团糟 所以呢 昨天啊 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一个上万字的长文 这个长文里面呢 提到习近平 提到了39次 整个一万多字的文章都是在歌颂习近平 就说他进行了这个深化改革 这个文章的名字呢 叫分身水起竹浪高啊 副标题是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已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 所以呢 这个文章都讲的是这个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怎么样领导经济改革 怎么样 进行这个体制改革 治理体系的改革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还提出了156项 要需要深化改革的任务 要把中国呢 推进 实现中国门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伟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这篇文章是将反映了 就是说习他感到地位不稳 所以在百代河会议期间呢 在人民日报 这个中国党的最主要的合设上面 再一次的为自己贴自己的金 唱自己的这个奉公伟纪 来增强他权力的这种有效性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个呢 已经感受到 他的这个危机四伏了 从这篇文章 可以说欲盖弥彰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北戴河虽然是一个休闲的 大家去那里休养 然后有老 也有一些正在执政的 新的干部 这些元老帮 江泽民 胡锦涛 这个邓小平的家族 说不定也去 元老帮提提建议 还有这些专家 学者 也提提建议 估计呢 他们呢 也不敢乱说 但是呢 由于局势的特别的恶化呢 他们会这个拐弯磨脚的 会说一些东西 就像这个话剧一样 这个话剧是太有意思 他呢 实际上问的那些问题 那些可以说是 被牺牺牲的那些冤红啊 来指责 信平 你们打着 红军的民意 你们 在摘这个红军的果子 你们踩在 先例们打造的这个 政权的基础上 打江三 做江三 做了江三之后 完全丢失了信仰 丢失了最初的梦想 你们对 这个 以前的这些先例 你们对得起吗 你共产党 你早年对人民进行许诺 撒向的弥天大谎 那些欺骗 你到底兑现了没有啊 老百姓还在做牛做马 老百姓有没有当家做主啊 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啊 你们那时候的目的 就是大吐豪 分田地 惩治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啊 但实际上 现在贪官比以前还多啊 多几百倍 上千倍 上万倍啊 所以你们的这个革命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想起了这个 著名的 中共的高层的一个智脑 理论家李慎之 李慎之他 我见过他几面在北京 他就说他们是属于 两头针的老人 他还有这个何家动 两头针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初他们参加的 共产党的队伍里 甚至参加红军 那时候也是真心的 为了改变当时的北洋政府啊 国民党统治下那种各种的社会的不公啊 所以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里面找到了未来的中国的方向 他们真诚的投入了革命 但是最后呢 革命呢 把他们给摧残 他们发现革命也变样了 所以 这是他们早年的经历 所以到晚年的时候 文革结束之后 他们就又开始了反思 他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行 对共产党进行猛烈的抨击 何家东老先生 积极的也是参加八九六四 帮助过很多的人 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这个文集啊 准备叫朋友去印刷 但是几十个公案来 把他的文集啊 全都给抢走了 实际上 他就是两头针 在他的晚年的时候 他发现自由民主才是中国的未来 所以他从一个共产党老干部 马上又投入到自由民主运动当中 那李胜珍也是 早年他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 晚年呢 他又是一个积极的自由民主支持者 所以这些共产党的这些 真的是为理想先生的这些 革命知识们 如果今天他们还活着的话 他们应该投身到 反对习近平的专制 追求自由民主 追求宪政的大潮之中 所以习近平呢 他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 到底能听到什么声音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用代表这个人类前进方向的 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动来武装起来 来瓦解专制 来给中国人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OK